中國一名女性 因為偷了化妝品被俩包 因為沒錢給 所以問老闆可不可以用肉體來付錢 哎呀 老闆一聽 雙快直接答應 後來 哈囉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馬金哥 歡迎收看莫名其妙這三個小新聞 今天的名單有九個 來 No.9 中官沒瞎扯 台灣賄賂索馬力蘭 我外交不紅 毫不支持 台灣在外交上的努力 我們都看在眼裡 所以我對於中國的友人 感到非常神奇 竟然敢這麼羞辱我們台灣 雖然說索馬力蘭在維基百科上的介紹是 全世界最偏強的國家之一 既然這樣 我們台灣還是持續的釋出善意 而我們的邦交國其實都是這種小國 但我們還是以一種交朋友的心態 去跟對方打交道的好嗎 什麼錢的 他們可不看在眼淚 OK 就像我們跟美國的關係一樣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對吧 在國民黨政時期 美國說有一批牛肉好便宜 所以瘦肉精美牛就來了 後來民進黨的美國好朋友就說 有一批豬肉好便宜 然後呢 瘦肉精豬肉就來了 你看 交朋友就是這麼簡單 只要對方給點好處 大家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No.8 陳柏惟造陶案道歉文 贏一排 台派加油團 打氣 還借他在一年前的立委選舉 陳柏惟AKA3Q 在台中贏了 顏寬恆AKA 他把橫惠做水腳跟削破塊 這件事情呢 當時引起非常大的騷動 陳柏惟從沒有什麼聲量 到利用空戰與地面戰兩者的進攻 成功搬到了燕家在台中的實力 這是一個例子故事 就像有人透過自己的努力 最後面打敗大魔王 但結果打敗大魔王的奈克 才發現這個人 以前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讓他打敗大魔王 沒錯 這就是陳柏惟的故事 陳柏惟爆出以前曾經造勢逃逸 還有去玩過賭博前的電動玩具 還有一次挺大麻的言論 我建議啊 如果我是謀打的高層 以後要推的獲選人 都一定要給我簽一張自白同意書 就是你以前有沒有幹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以免只要被挖草又被罷免 看看陳柏惟就知道了 或是你也可以看看李梅珍 畢竟李梅珍一個人就改變了 中山大學博士畢業論文的門檻 不愧是想接任韓國出來選人的那個女人 真是太辣了 No.7 金正恩旁出現北韓隊長 緊身衣男子全球熱議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守護者 在美國有美國隊長 在中國有中國隊長 想不到北韓也出現了這麼一位北韓隊長 在本月11日 北韓舉辦國防展時 在金正恩旁出現了一位穿著緊身衣的男子 他無力成為了整場國防焦點 大家都知道 與其發明一堆飛彈 不如發明一位超級英雄 從他整潔的制服 反光的材質 得到完美顏色搭配的三角錐帽子 我敢肯定他的技能裡一定有鐵頭弓 嘿嘿嘿嘿 把他這裡變成飛彈 歷史上啊 前有美國隊長替美國擋飛彈 如今有韓國隊長來自己充當飛彈 北韓的危險性真的是不容消去 No.6 第一牛郎自稱60公斤 實在是測75 依據生活網狂推 學起來啦 再來日本的第一牛郎 因為站上體重機之後 實際上體重比自己說出的體重還要整整重了15公斤 原本他說是60 但實際上是75 而準備被看笑話的他卻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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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公斤是我的體重 但我的自信 有15公斤 哦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啊 那懂意思啦 這麼精辟的解釋絕對不能夠只有我看到 那今天我就會沒吃飯 要付錢時賬單1000我給800 啊 為什麼少給200呢 因為其中200的價值在於我的顏值 我的顏值值200 OK嗎 好吧 那基於我的顏值有200 以後呢我去消費任何200塊一些的東西 我都不用付錢 拿的東西直接就從 店員來問我你為什麼沒給錢啊 我的顏值有200啊你怎樣 不愧是日本第一牛郎 就連講話被拆穿了也是如此的豪買 我想所有餐廳的服務費 一定是從他身上學到的 如何再多剝削消費者一筆錢 靠的就是他那精美的精辟的包裝畫素 嘖 啊這麼的認真分析下來 其實我覺得 以後我消費100萬以下東西都不用付錢了 其實我顏值值100萬好吧 那以後什麼國產車什麼的啊 走進那個展間 哎我要這一輛明天購物 啊哈哈哈 然後走進 哎小姐要存100萬 好的你的錢呢 在我臉上 好的沒問題 我幫你存錢 然後15分鐘刷一下我的存折布 啊就多了100萬在裡頭真的是太棒了 抱歉喔 我這三個死了 就被撞出來了 抱歉 No.5 他點外送東山丫頭加雜草 爆氣客訴 進階可惡外送員 鵝爛加料 害店家 聽過外送員偷吃的東西不稀奇 聽過外送員把東西隨便亂送 反正是信用卡付錢 沒差也不稀奇 但你聽過外送員幫東西加點料的嗎 在台中就有這麼一名外送員啊 他人真的是非常的好 對方點了東山丫頭 可能外送員是擔心客人都只吃肉不吃菜 所以他點的東西裡面 幫他拔了免費的一撮雜草 然後還放了進去 我就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外送員不只送餐 連對方在身體健康都給他照顧到了 在台灣的外送 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大時代了 現在外送員這個角色越來越重要 除了幫忙送嘴送到13樓 還得要送餐點送到台灣的各角落 最後就連餐廳之間的分子 他們也得參一角 看來外送員未來還可能可以加入其他的服務 例如道歉服務 或是載客服務 甚至是幫派鬥歐 他們也可以去吶喊助威 一或是選舉的時候 也可以當作裝腳 果然在台灣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再來這個更狂了 No.4 顧客喝完投訴 奶茶杯裡有鵝爛貨 連鎖飲料店 店內只看過小鵝爛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發生的食安問題 也跟水有關 但是清潔的鵝爛程度 驚悚程度 某種程度上來說 他可以當作是今天的No.1 一個網友在買了一杯好喝的珍奶之後 喝到最後發現有個東西吸不起來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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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欸 竟然 是蟑螂 然後回去問店家 店家整個牙起來 錯 不是他們的蟑螂 認為他杯裂的蟑螂 是美國大蟑螂 而他們店裡會出現的蟑螂 是德國小蟑螂 欸 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有什麼誤會嗎 我記得你好像在馬來西亞賣飲料 不是在美國 也不是在德國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是不是賣飲料賣得太累的 語無倫次 可是 最厲害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知道嘛 是這個判斷是有機可循的 飲料店聲稱他們在給飲料之前都先確認過 才可以交出去 加上美國與德國品種的蟑螂說 後來這個檢舉人家欠把文章給封鎖了 則意味著飲料店真的靠蟑螂的品種 解決了品牌危機嘛 關於是什麼東西 都要多了解一點 包含蟑螂的品種也是 而針對這個新聞 最後沒有即使 我要講一下 剛剛是嘴怕 美國蟑螂跟德國蟑螂是不一樣的 的確 體型上來看的話 有明顯的落差 所以那個老闆是根據蟑螂的體型大小 來去替自己辯解的 不過他們的店裡面 真的是只出現過德國小蟑螂嗎 到底這件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呢 究竟是客人自己加料 要去吸那個美國大蟑螂 還是店家擔心客人的蛋白質補充不夠 所以自己添加了蛋白質成分 摘著被淹掉其中 我們不得而知 接下來 No.3 小男孩電梯里尿鑰突然竄出火車 慘啦 不愧是中國人 無論從哪個面向來看 我都認為這個小男孩的未來無可限量 小男孩走進了電梯 卻不知道該如何出來 所以他首先對著電梯按鈕下方的操作 像尿尿 試圖改變一些什麼 從這裡我不會看出 中國人在教育的時候 只要對方不聽話 通常尿尿可能會有用 終於啊 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以前看很多中國的影片 很多人都喜歡隨地大小便 原來不是因為他急著上廁所 而是遇到不爽的事情要發洩 所以要排泄啊 你以為的排泄其實是我的發洩 而到這個小男孩一尿下去 不得了 操作箱直接著火起來 看不是每個東西被尿都會開開心心的 誒馬桶就算了 那是因為他快了 但電梯怎麼能夠接手 有人尿在他的身上呢 這次的今天要告訴我們 要尿尿千萬不要尿在電梯裡 因為電梯會用火攻反擊 No.2 又不在我們的鄰國啦 一家人霸佔病房六年 改造成自己的家 院方最後被獻上兩百萬 才請走 這叫什麼你們知道嗎 請神容易 送神難 尤其是衰神 在中國總是可以聽到 許多愉快的事情發生 2014年一名女星到醫院檢查 後來要出院是發現要付錢 開始說治療無效 沒有用 後來也就乾脆住了下來 並且將病房改造成自己的家 菜不完東西之後 就直接拿回來放 連煮飯家伙通通都來了 就連過年過節 還會邀請親戚來到病房裡面做客 醫院也趕不走他們 直到最後面上了法庭之後 他們才願意離開 而且最後面 醫院還得要付錢 請他們離開 果然是狼心的中國人 只要他們要做的事情 是沒有做不到的 改天會不會看到被公安逮捕 回到公安局扣留的人 在這邊把老房改造成 溫馨的小套房住在裡面了 No.1 偷東西被抓 正妹若藏 老闆結局曝光 真的 強國人就是不太一樣 中國一名女性 因為偷了化妝品被抓包 因為沒錢給 所以問老闆 可不可以用肉體來付錢 哎呀 老闆一聽 爽快直接答應 後來賊在超市裡面付錢了 整個付錢的過程 非常有效率 也非常的舒服 但女方結束之後覺得 欸嘿 不給不對 我有點虧 後來又跟老闆討錢 老闆不給 女方直接報警 最後害自己被抓取關 從這個新聞裡面 可以了解到什麼 我告訴你 第一 日本的愛情動作片 都是真的 絕對不要不相信 找你看過在動作片當中 有這種主題 那現實的事情 就一定有發生過 所以我懂 為什麼會有在超市裡面 偷偷壞壞的情節了 搞不好 別人在壞壞 其實那是在付錢 再來第二 真的要好好學學 基本常識 女方是自願跟老闆 發生壞壞事件 才不打算報警的 結果自己報警 自己被抓 做人真的不會念書 沒關係 但你基本常識要有好嗎 好了 沖著我們強國好兄弟 今天爸爸和我們的前三名 今天這部品質的 一萬個讚 那還要訂閱墨基哥頻道 隨便你 那要不要加入會員 游不等你 加入會員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See you Goodbye 掰掰